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几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回到副总这边了 后裔时期 这个疫情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冲击 有的打 怕得疲惫 但有的失误越打越强壮 给我们几个选股的概念 到底后裔时期谁越来表现越好 OK 那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来 今天意见 后裔时期 美国这一波 其实台股涨9% 今年以来 不算是全球算表现不错 但是如果来看美国 纳斯达克今年涨30% 这个是指数 如果里面涨的多的 都是用几倍来算的 特斯拉 然后还有一些是生计制药 Amazon是不是涨很多 Amazon涨非常的多 因为它就是这一批 包括尖牙股 受惠的是什么 现在因为联储会印更多的钞票 但是这些钱集中在受惠于疫情的 哪些呢 你在家工作不是要上网 或是在家我们也买口罩 网购要刷卡 其实这些都是受惠 只要网路 然后企业说不行 它一定要数位转型 再怎么样困难 他们都开始增加一些数位的设备 所以这些就是属于受惠于疫情之后的数位题材 那加上中美贸易关系 这一波台积电浮上台面是为了争什么 未来的5G全球的领导体位 所以半导体这些 所以在抢这些未来的趋势跟现在的趋势 第一个涨的就是科技 所以这是为什么纳斯达克今年涨三成 但是S&P今年只有涨9% 多了这20%就是在追逐这个题材 而且就算疫情不管解药来什么时候 疫苗什么时候出来 这些为什么会先涨 就是你在家就算有疫情我更要在家了 这些继续受惠 所以它就是这一波涨这么多的领先股 所以主流还是在双季美 双季美 科技生技 科技刚刚讲了 就是疫情不受影响的科技股 生技是什么疫苗 你可以发现在美国这一次 已经中美跟全球在追什么 是全国全球最厉害的国家 就是能够把疫苗最先研发出来的国家 大家会觉得它是全球厉害的 这也是为什么包括有很多的新闻 开始在争说我都要先宣布 俄罗斯也说他先宣布 美国说你俄罗斯是来偷我的实验室的成果 就是大家在争这个 已经不是在争什么我谁 太空人太空站 所以生技就是一个现在各国抢的一个市场 那谁最有机会 的确美国跟英国 就是这些很多易柱药厂 直接就是赞助它 资助它要尽快加速研发 的确美国几率是很大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用基金的话 你可以同时压30家40家公司 你会中一家 就是我们经济经理人比我们更清楚这个趋势 他就帮你重压 有重金部署在这些公司上面 潜力的公司上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技的一些题材 他其实都会选也不只疫苗这一家 但是你就个人来选股 你很难今天买辉瑞 明天来莫德纳 然后再来又买交生 其实现在全球有100多种药物 都是针对疫苗在研究 已经有20多种进入临床实验 所以你不可能20几家都去买 所以你要用基金 你只要1000块2000块 你就基本上已经有布局到生技的题材 所以美国还是这一波的主流市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台股其实今年涨7-8% 美国S&P都已经涨到9% NASDAQ涨到30% 你其实还是有一些海外投资 可以分散用基金器 那所谓题材也有人说 那都已经涨这么多了 我追会怕怕的 这是我的疑问 这就是说定期定额是一个 你10001000 通常大家一直涨就说 我为什么当初投这么少钱 所以其实就是 它只要是未来的题材 我们刚刚说5G 这个都还要很多年 它会继续有题材 那生技医疗也是人口老化 其实现在是疫苗这种药 其实药厂不会只有开发这个药 它有其他的药也都有在研发 所以其实科技生技算会是一个 长期的题材 所以要经理人帮你选股 那我们说 那如果你觉得这些的确是 今年涨比较多 那有没有什么题材呢 就是没有涨那么多 或者是说它可以最近还有机会的 波段操作 那我们认为便宜的可以注意 气候变迁还有亚洲 气候变迁是这一次大家觉得 疫情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反扑 抗疫 所以其实在大家都居家之后 天空都变蓝了 气候变迁的题材 你可以发现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 政府的基金 资金会被规定 要买一些对于大自然友善的 像ESG题材 这个未来欧洲是最先提倡的 那这种它以后这些 符合这些ESG气候变迁的公司 它就会吸引比较多的资金流入 所以你如果现在去投资 气候变迁题材的基金 其实就是已经抢线布局 那亚洲呢 其实就是以后美中 是会把全球的所有的规格 变成美国的归美国 中国的归中国 所以其实你中国 或者是用亚洲来投资一个 未来中国会走出自己的路 相关的公司 其实它也是跟前面主流 美国 它的公司也是会是另外一套 所以其实你在分散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建议 你可以一美一亚 一美一中的题材 所以黄金刚刚富美也提到了 黄金其实就是万一 其实黄金就是在赌一个恐慌 如果万一股票什么债券都跌 政府又一直印钞票 如果有什么万一 现在不是也台海紧张 就是大家只要有恐慌 通常黄金就会上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布局 你就定期定额选股票 你就一个美国一个亚洲 那我就先不管亚洲 台股在亚洲里面 你可以自己再多买 但是你就海外的布局 可以扣一档美国 科技一档选亚洲 你就这样定期定额去扣 那如果你我们说 你薪水增加了 你就要增加你的扣款金额 或者是再多扣一档 这个是大家要有的观念 那你就可以选 我再多扣个气候变迁 或者是我累积到一笔 年终奖金的时候 我买个债券 你就是开始要做 不同资产的一个配置 那我有疑问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这样子的方式买基金 它比较不会受限于说 你看现在股市已经长成这样 我应该进去吗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 你不用疑虑了 选择10点的问题 因为你不调节没有人 就是ETF跟个股 你不卖没有人会帮你卖 但是基金的话 经理人会帮你卖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基金 比较不会流行说技术分析 这里有压力禁止会上不去 其实没这个问题 因为经理人 早就把里面有压力的个股 就调节了 所以这也是基金 就是多一个人帮你决定 什么时候买跟卖 那ETF只是帮你决定哪些股票 但是买跟卖 还是要自己决定 所以这就端看投资人 你有没有这个时间 有没有这个专业 你想不想花这些时间 不过真的基金 可以花最少时间了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是需要很多服务的 也不用真的自己上网查 打一个电话 或者是我们现在手机 很多服务 我们现在现在也智能克服 你就是问他 或者是接到真人服务 其实我们会觉得 你要用最少的时间去赚到10% 跟你每天都要花两小时 去赚到10% 哪一个比较轻松 当然是第一个 第一个比较轻松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忽略到 你赚这些钱 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去赚这个钱 所以我们在追求基金是一个 你用最少的钱跟最少的时间 然后赚到一个6% 8%的一个合理的 长期的一个报酬 这样子的人就适合买基金 OK 是 真的不错 思琪有没有心动 我刚才知道 你上台投资那个 现在看一下多少钱 赚钱要请客 不要担担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其实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商品 然后也告诉大家有各种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你自己 觉得哪一种 你要自己做出判断说 你要买哪一个商品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去累积你的财富 这个部分是你要自己做功课的 就是提供各种选项给你 然后你要去做一个抉择 每一个人的理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然后每一个年龄层 每一个阶段真的都不一样 譬如说我刚其实蛮建议说 我在刚入社会二十几岁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定期定额买基金 这件事情非常好 我当时其实买了 但是我忍不住 就是我撑不了那么久 然后你就看 好像已经累积到了几万块 就是哇 那我可以去买一个包包 然后我就会把它赎回 赎回之后 换了一个包包 好开心好爽 我跟你讲就是要忍 我可以惨痛的教训 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忍工不太够 我现在年纪老了 所以我会回过头来跟年轻人说 这个方式 其实我觉得对存钱累积还不错 然后重点是要忍个十年 那你到了三十出头的那个时候 又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每一个人的理财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同业朋友 他的 譬如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是买定期定额 他二十几岁 我们同事 他每年把自己的年终奖金 就去买股票 他就去买中 可以讲吗 他就买中华电视 有的时候买一张 有的时候买两张 就看他的年终奖金有多少 他就这样每年固定买 他就是因为他的配级 配裤什么好像还蛮不错的 我跟他讲他现在退休了 提早退休了 对他四十几岁而已 每天在家里 悠遥控器看 看还在那边每天 对 你整个脸笑 对 笑我还在外面屁股 可是他就是每年买个几张 买个几张买个几张 一直买到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然后他现在退休了 就每一个人的理财方式不一样 那我觉得提供 提供你们各种的商品 各种的方式 然后也提供你们每一个人的理财故事 到最后你就是要做出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要做行动 要采取行动 像我最近就要考虑说 帮我们弟弟买基金 因为弟弟年纪比较小 所以我希望说 或许用定期定额方式 帮他累积一个他未来 出社会之后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财富基础 刚才讲说这个有很多建议说 理财吧布局 有很多大家可以去建议 不过有个叫做什么 比如说减掉非必要的信用卡 这倒是蛮重要的 这个信用卡不是个好东西 以前我们老师还讲说 他设计一个东西 我在西施洛机场看到有人在卖 叫做信用卡专用的冰杯 把你的信用卡放在冰杯里面去冰 放到冷冻库 然后你要刷卡 所以拿出来解冻 大概两个小时 你的消费冲动也已经抵消了 还有这个东西 其实我想我的老师还蛮天才的 刚才大家讲了这么多 包括一些投资理财的选项等等 其实最重要还是年轻人 对自己的未来财富千万不要悲观 不要让我说 我这生就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有计划的去经营你的财富 绝对会有好的回报 我这有几个 因为我是广告人出身 我看到有些广告蛮有意思 他们写的文案 或许给大家做一点刺激 我这个刺激是好意的刺激 虽然听起来有点蛮辛辣的 有点讽刺 他说每天都在用六位数的密码 保护着两位数的存牌 多悲哀呀 一二三四五六 四位就两位 不要变成这个窘境 早点理财 蛮有意思 你看他写 对所有大牌的大品牌 什么Christine Deal 旗下的这些每个系列的化妆品 我都如数家珍 但你绝对不会透露 自己用的只是正品而已 听起来有点悲哀 哇这牌子我每个都收什么娇然 可是我都算我只用他的试用品 真的如果你有适度的理财计划的话 我觉得干嘛用试用品 还可以买东西给别人用 OK 试试看早点做投资理财 只有在请假扣工资的时候 才会觉得自己的工资 哎呦好高 OK 平常工资都很低 但被老板扣的时候就觉得好高 因为真的经不起扣 一个月就赚那么一点点钱 所以自己的财富 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它 小时候总骗爸妈自己没钱了 现在还是在骗爸妈 没事我还有钱 你真的有钱吗 我们还是没钱 所以早一点让爸爸妈妈 不要再对我们的财富担心了 OK 懂得父母催你存钱的好意 但更懂得自己光是活下来 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爸爸妈妈说你要存钱你要存钱 但我们就知道光活下来就已经很吃力 但就是因为很吃力 所以更要拼命的去做投资理财的经营 在家心疼电费 在公司心疼房租 这是很悲哀 在家里开个冷气 所以有电子很贵 在公司担心房租那么贵 这些都是一般小知足的一些经常性的心态 但是唯有努力做好你自己的投资计划 你的理财计划 人生才有可能改观 很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